你太可笑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世俗意义上 我要跟你在一起睡着一张同一张床上才叫爱呢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 有一个同学 他把他的一个同学介绍给了我 然后我就和他的同学结婚之后呢 最后呢 又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我这个同学呢 也是过了好多年以后 他是先离婚的 他离婚以后 然后我们俩就是又走到了一起 走到了一起之后呢 但是我们没有步入婚姻 他觉得就是说是 因为我是他同学的前女友 所以他觉得面子上放不下来 但是当时我认为呢 因为他找了一个比我年龄更小的 当时给他事业上能提供一定的帮助 他是这样放弃的我 然后隔了十多年之后 一直没有碰面 但是在十四年之后的一次这个酒会上呢 两人又碰到一起了 碰到一起之后 他就是经常联系我 我的事业发展得也很好 他的事业呢 他也成了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有时候呢就回到我家来做一做 他说是他心里边还是特别依恋我 但是我感觉就是当时呢 我那么爱他 那么重视他 但是他都抛弃了我 我觉得他还是选择了利益 但是他现在反过来说 他有好多的就是公司里边有的好多的事情 或者是有好多的压力 他有时候解压的时候 他就需要就是跟我沟通啊 跟我在一起喝喝茶呀 说说话呀 明白 他觉得心里边特别安定 但是我的心里就想 他是不是又在利用我 对 他还是在利用我 关键你愿不愿意 我不愿意 OK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 我当时就是真的是对他 我有时候想 如果就是遇到困难的话 或者遇到什么的话 我都可以替他去死的那种感情 我觉得姐 伤害得我太深了 姐你其实还是个少女 你不了解成年人的世界 其实他有苦衷了 你是太单纯了 你的脑回路只有黑白色 而你忽略了一个本质 你跟他在一起 只要不涉及利益 其实你俩是可以做朋友的 难道不是吗 我们俩现在就是朋友 对 那你就保持好边界就行了 不要去判断这个人 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人比较高危的一种思维 是我跟你在一起 我舒服就行 我不图后面的结果 你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保持这段关系 直到老去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难道这不是爱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世俗意义上 我要跟你在一起 睡着一张同一张床上 才叫爱呢 你太可笑了 就是这种心理吧 就是我爱又不能爱 放又放不下 你为什么不能爱呢 你为什么不能爱呢 你爱一个人跟他有什么关系 纯粹是你自己舒服于悦而已 本来爱就是一种很单纯的东西 被人描绘得比较世俗 比较功利 你们两个现在都识过境迁了 也功成名就了 难道陪伴不是最长情的告白吗 非得世俗过来 他就说是 他说是跟我在一起的话 他有些就是 他心里能放松 有些事情他给我说 然后就是跟我探讨呀 或者是 嗯 什么商量呀 他就觉得他特别放松 他说他心里吧 特别 你先听我说完 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自己 所以你体会不了 与别人交流的那种快乐 我跟直播间的很多老妹 讲一句真相 女人永远要爱自己 如果你因为这个男的 跟你聊得来 你把心分给他一半了 你自己怎么办 是你自己不去爱 他愿意跟你交流 哎 可以 他不愿意他回去忙自己 家务事了 可以放他走 你自己得有事干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你自己太无聊无趣 是你自己活得不开心 仅此而已 你缺爱 对我缺爱 但是 你缺爱就没有爱 你缺爱就是要向外界索取爱 那么你看到所有的人 都是你的猎物 这个人一旦满足不了你 你就会心里有反复 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本身上你就是个婴儿 姐 别看你一把色 我跟他在一起 你自己 我觉得我也挺 就是挺 两个人就是在沟通起来呀 也挺舒服 心里也挺那个啥的 但是就是 就是会难过 就是想起 我十几年前的事 我就会难过 好好想明白吧 就是一个人 一定要明白 什么样的人 才会一直惦记着你 因为你身上有利益可图 这个很重要 这种利益 不是说钱的问题 是一种认知 一种生活状态 是一种圈子等等 你就持续不断地 对某一种人产生吸引 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那么就算今天我们吃完饭 各回各的家 他明天还在思考 我不能舍弃这段感情 舍弃对他友谊 他还会来找你的 人是一定要有吸引力的 跟年龄没有关系 一个人身上 只有产生出连续不断 让别人占便宜的感觉 才会产生出一种气场 这种气场叫做魅力 年轻的女孩什么也没有 她们的个人魅力是性张力 你到了30岁以后 30到50岁 这段女人是持家温柔 是包容力 每个阶段的女人是不一样的 而跟你在一起 是一种灵魂的安放 而你自己像小鹿乱撞 火山乱喷的样子 让人觉得不安全 一把年纪了 注意养生吧 OK 人要活在阶段性 不能永远活在过去 该翻片的必须翻片 勇敢的翻片 情感问题是最傻逼的问题 没有质疑 人嘛 不就两个需求嘛 生存和繁衍 情感问题是多出来的 自欺欺人的 欺人忧天的 无病呻吟的 拍完以后通透了 父母贵人爱人团队客户 还有我们自己 这六关过完以后 情关就过了 19块9直接拍 一定让你们觉得值 无脑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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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